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15回 不能拒绝的 行李听了这句话自然为之一正 心中呢也不免有些嘀咕起来 清原子和清燕侯见此情形啊却互相看了一眼 脸上呢均都现出了一丝惊讶之色 似乎隐隐的猜到了什么 你刚才听了半天了 应该知道我是浮游族的太上长老了吧 而我们浮游一族也许没有办法和狡斥海族 这种超级大族相提并论 但是在某些方面的神通 且自问整个灵界也是无人可以出其左右的 老者呢并没有直接告诉行李 要拿出什么交换的东西来 反而呢是眉头眉尾的说了一些高深莫测的话出来 接着呢他单手往身前虚空一抓 那些原本悬浮的众多的宝物 顿时化为了点点灵光的鸡舍而回 被其重新的收进了大袖当中 驱虫术 行李听了之后却心中一惊直接脱口而出 不错不错 这本族的驯虫驱虫之术绝对可以独步整个灵界 哪怕其他超级大族中在此方面和本族相比 那也是略有不及的 我用来和你交换的东西就是本长老精心培养的九九八十一种灵虫中的两种 有了这两个灵虫的相助足以让你傲视同皆存在了 老者傲然的说道 接着呢 有两根手指一弹 呼呼两声啊 一字一律 两只拇指大小的灵虫一下子击射而出 在桌子上呢 也盘旋飞舞了起来 这两只灵虫啊 一只呢 体表引有紫色的电丝闪动不已 另一只的头颅呢 竟然十分的酷似一只 不知道缩小了多少倍的迷你交手 这就是青虫 紫电虫和地交虫 啊 齐灵秀 你怎么舍得将这两种灵虫拿出来交换呢 金燕侯一看清楚这两只灵虫的模样 竟然一下子失声叫了起来 青原子面容一变之下 也有一些惊疑不定 哼 你们知道什么呀 若是以前这明和神辱 自然不值得老夫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但是现在 这些灵虫对老夫啊 至关重要 一定要拿到手不可 韩小子 这两只灵虫 都是老夫精心培育了数万年的灵虫 本身的威能甚至啊足以和一名合体出其修士争斗不下 只要你答应啊 交出了灵虫 老夫呢 自然可以毁掉他们体内的认主印记 并助你啊 收服他们 能如此做的 在整个浮游族 恐怕也只有老夫一人了 虚灵老者哼了一声 有些肉疼的说道 相当于合体出气 韩力望着两只灵虫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啊 不禁的 真的有些心动了 不过呢 他随即转念一想 自己灵兽魂中 那些数有万计的士灵虫 至今呢 还没有办法驱使如意的事情之后 立刻将此心思呢 彻底的熄灭掉了 虽然说士金虫的个体啊 不如眼前的两只奇虫 但是真要放出成百上千只争斗的话 这两只灵虫 自然一下子就只有被吞噬干净的份了 前辈的这些灵虫虽然不错 但是晚辈身上也已经有灵虫了 韩力嘴角抽出了一下之后 也只能在老者如刀的目光之下 再次呢 硬着头皮的说道 你说什么 你的灵虫能和老夫的相提并论 小子 老夫的忍耐 可已经有些到极限了 可别心口雌黄的真的激怒了我 虚灵老者目中啊 立光一闪 脸上骤然浮现出了一层煞气 说道 韩力见此情形心中大灵啊 但是还没有等他开口想解释什么 一旁的青原子呢 却若有所思的突然开口了 虚灵修 不用动怒 韩小友刚才之言 恐并非伪心呢 那的确身负一种道友来历的灵虫 论名头恐怕还真的要在道友的灵虫之上啊 江秀 就算你打算偏袒这小子也不用找出这等低烈的借口吧 他自己是一名合体中其存在 又怎么能和老夫的灵虫可比啊 况且 这老夫饲养的几种最厉害的灵虫 凡是见过之人早就不在世间了 江道友又能了解多少啊 老者扫了青原子一眼 脸色一冷的说道 也许 虚灵兄真拥有其他更厉害的灵虫 但是啊 这些灵虫道友应该不会拿出来交换吧 若是如此的话 单凭这两种灵虫还真的没有办法和韩小友的灵虫相比啊 青原子眼角一挑 但是随即微然一笑的说道 是吗 江道友恐怕不知道吧 老夫饲养的灵虫多达七十二种之多 除了其中几种彻底炼化的本命灵虫之外 其他的都拿出来交换灵辱也并非不可的 老夫让你们再开一次也就好了 话音刚落呀 老者体表呢顿时一层黑气涌现而出 将大半的身躯都淹没进了其中 接着单手掐绝口中啊是念念有词啊 顿时呢 各种低鸣和震动之声同时爆发而出 黑气一阵翻滚之下 漠然从中啊 飞出了数以百计的各种的灵虫出来 大的犹如头颅 小的呢 宛若斗粒 颜色各异 但是每一种的都争灵恐怖 气息凶横啊 这一种带金色斑点的是金刚虫 浑身那坚硬无比 即使灵宝相接也没有办法损伤分毫 另一种五色霞光笼罩的是煞蚕 擅长啊吞噬哨气 生命力最为旺盛 激进不死之身 就是将其斩成碎片 也可顷刻之间恢复如初啊 而至于那只金色的螳螂般的灵虫 却是大名鼎鼎的鬼狼 虽然说他们看起来气息不高 但是群体灵虫并且是这些灵虫中最残忍的一种 依次能吞噬整条蛟龙 一旦胸性大发起来 连我都要头疼一分啊 老者呢 用手指点着身前的那些灵虫如数家珍的 一一的介绍道 这些灵虫呢 果然啊 无一不是灵界难得一见的罕见的品种 有些呢 甚至韩丽也是第一次听闻道 更难得的是呢 这些灵虫显然都已经培育大成了 一旦是重新认主 立刻就可驱使硬敌 凭空呢 多出偌大的壁柱 怎么样啊 这些灵虫 你们以前可见过多少种啊 韩小子 老夫破例允许你用一瓶灵乳换取其中的一种灵虫 这个代价 我看你总该满意了吧 若是再不答应 并且也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理由 那可就别怪老夫不客气了 在韩丽啊 正看得眼花缭乱之际呢 虚灵老者对其缓缓的说道 韩丽文言 脸上的肌肉狂跳了几下 不禁的望了清源子一眼 韩小友啊 将你的灵虫放出来给虚灵兄看上一眼吧 等他看过之后 应该就明白了 清源子略意沉吟 冲韩丽说道 是 前卫 韩丽纵然满心的不情愿 但是在眼下的情形之下 根本没有办法拒绝啊 当即那袍袖一抖 蜂鸣之声从中传出 接着呢 十几朵拇指大小的金花 从中一飞而出 这些金花呀 刚一飞出来的瞬间 就立刻灵光一闪 皮表一下子狂胀了数倍 化为了拳头大小的金色的甲虫 金光灿灿之下 仿佛纯金打造的一般呢 是金虫 这 这 这还是成熟体的 金耀侯一下子失声出口 死死的盯着这十几只金色的甲虫 一脸的震惊之色 虚灵老者呢 身躯一阵之下 望着这十几只石金虫 脸上的表情竟然一下子变得古怪至极 清源子见到老者这般的表情的眉头一皱 对方反应 似乎和其预料的有些不太一样啊 虽然说心中案子有些奇怪 清源子呢 却仍不动声色的说道 以虚灵胸的见识 不可能不认的是金虫吧 我想道友不得不承认 此虫威名可在这些灵虫之上的 所以韩小友在灵虫上的确没有什么交换的必要 并非存心想触弄啊 当然啦 虚灵胸若能拿出比试金虫更好的灵虫 江某绝对不会再废话一句 更好的灵虫 成熟体试金虫 好 很好 大出意外之下 虚灵老者打量完那些试金虫 连说几个好 竟一下子 仰头狂笑了起来 在笑声中呢 竟然是充满了狂喜之色 杭丽目睹此景 目中啊 不禁微眯了起来 青原子盯着老者似乎回想起什么 眉头微微一皱 金燕侯呢 却目光闪动的望着韩丽 神色有些复杂 徐灵秀 你 江秀 什么都不用说的 老夫让你们和韩小子再见史一下老夫从不是人的 另外一句灵虫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话音刚落呀 老者突然之间双秀齐灰之下 那些百鱼之灵虫立刻被体表黑气一卷了 就纷纷的没入其中 不见了踪迹 在一张口之下 竟喷出了一个银灿灿的葫芦出来 嘀溜溜一转之下 竟漠然的一个倒转打开了盖子 同样的嗡鸣之声传出 一朵云一下子从中一喷而出 并在灵光闪动之下 溃散而开 化为了点点金光 悬浮在了大厅上空 不可能 这是 激眼和青原子一看清楚金云的真面目 几乎同时失声出口了 韩力玩味着望着空中点点金光 看了一下也不听 彻底目瞪口呆了 在那些金光中包裹着的呀 赫然也是一只只金色的甲虫 竟然和韩力的士金虫伸得一般无二 同样争灵异常的 嗡鸣不已着 前辈竟然也是士金虫 并且也是成熟体 好一会儿 韩力才压住心中的惊骇 长吐一口气 不错 这些士金虫连老夫都忘了 从多少年前就开始培养了 直到数百年前呢 才最终得以进阶到成熟体 花费的心血之大 可想而知了 这一次之所以到此地讨要如此多的鸣和灵乳 本意呢 也正是要用在此虫上的 鸣和灵乳 对士金虫也有用吗 韩力心中一动 可以说有用 也可以说没用 这要看灵虫主人的打算了 打算 韩力目光一闪 有些疑惑 不错 道友若是只想培育成熟体的灵虫 那 这鸣和灵乳自然对这些灵虫 就再也没有什么效用了 但是 若想再进一步的话 这鸣和灵乳 却是不可缺少的东西啊 老者 大有深意地说道 再进一步 韩力似乎想起了什么 脸上露出了吃惊的表情 不错 具体的详情呢 一会儿老夫自然会和你细说的 万万没有想到啊 你手中竟然也有成熟体的士金虫 如此的话 这些鸣和灵乳的归属 反而是次要的事情了 老夫要和小友另谈一笔交易 不过此事较为隐秘 只要单独商谈才可呀 今夜 秦源子 你二人 不介意吧 虚灵老者呢 先是和颜悦色地和韩力说了两句 最后呢 却神色淡然地冲清源子二人说了一句 虽然说神色看色平静 但是话语中却充满了不容二人拒绝的意思 啊 只要道友不是强买强卖 在下自然不会介意 清源子呢 一望老者墓中的那一粒寒光 心中大领地说道 在下也不会介意 虚灵兄 请便就是 这就好 那老夫就吃礼了 虚灵老者显然满意二人的答复 当即点了点头 突然一张口呢 顿时啊 一片黑光闪动 一件半尺高的迷你阁楼竟被一喷而出 此阁楼呢 通体乌黑 表面遍布着明映各色符文 密密麻麻之下并被一层淡淡的黑气笼罩全身 显得呀 是神秘万分 韩小友 带上你的试金虫到老夫的黑风阁一续吧 老者单手一掐绝 将阁楼呢 化为了丈许帮高档 转头说了一句 然后 他也不管 韩力啊 是不是答应 双袖一舞之下 将自己的试金虫一收其中 接着呀 体型飞快的缩小 化为了寸许高的小人 一闪即逝的 没入到了阁楼当中 二位前辈 晚辈也先告罪一下了 韩力 纵然说心中大为忐忑 但是他也知道啊 不跟着过去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只能呢 冲青原子二人 苦笑了一声说道 韩小友 放心过去就是 既然 虚灵兄先前有过承诺 自然不会再做有谁身份的事情 不过呢 若是条件并不算过分的话 小友最好还是答应下来比较好啊 青原子呢 眉头微皱 叮嘱了两句 哦 多谢江前辈提点 管辈知道如何做的 韩力 沉声说道 将身前的十几只金色的甲虫一收 也化为了一根青丝 摄入到了阁楼当中 在韩力也进入的一瞬间啊 整间的阁楼顿时是黑气方滚啊 裂开隔绝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 江秀 真不担心吗 我说这老怪物虽然有的时候疯疯癫癫的 但是一身大神通可不是假的 这万一在里面对韩小友动什么手脚的话 你我可也来不及阻拦呢 金燕猴呢 忽然嘴唇微动 向青原子传音过去 金燕倒有过滤了 老怪物虽然说霸道理些 但是和我们交往以来还真没有悔诺的潜力 这一点应该可以放心 并且我因为欠韩小友一个不小的人情 虽然想对其多加照顾一二 但也只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呀 并不想真正的得罪这老怪物的 否则的话在下恐怕在这明河之地 也无法有容身之地咯 这倒也是 老怪物的一身神通啊 恐怕就算是面对真灵也有自保之力 我等和其相比差得远了 不过那是金虫自然世间罕见 也不用一见之下有这般强烈的反应吧 况且他自己不也有同样的灵虫吗 江兄可能从中猜到了什么吧 嘿 江某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 连老怪物的想法都能猜到啊 多半韩小友的石金虫啊 应该对其有些用处吧 青原子的目光一闪 却打了个哈哈说道 是吗 金燕猴嘴角抽出了一下 似笑非笑 青原子却微然一笑 不再接口说什么了 与此同时呢 在那黑色阁楼的一层大厅当中 身形变小的 韩力和老者却正在交谈着 来 韩小友 坐吧 我这黑风格也算是半个空间宝物了 不但可以大小如意 更能隔绝世间一切探测 绝对没有第三个人的神念 可以侵入此地啊 老者呢 大模大样的 一屁股就坐在了位子上 笑着对韩力说道 哦 多谢前辈 那晚辈就不客气了 韩力呢 一脸恭敬之色的施力里 也就在下手一把椅子上坐下了 呃 在和你商谈交易之前呢 我呢 需要先确认一件事情才行 韩小友 你手中的成熟体的试金虫 大概能有多少只 可否可以告诉老夫一个准确的数字呀 老者呢 南岸心中兴奋地问了一句 准确的数字 韩力一听这话 脸色微微一变 不禁大为迟疑了起来 啊 老夫刚才所问道友一些鲁莽了 石金虫的可怕程度 主要是要看他数量了 准确的数字的确不好透露的 这样吧 呃 道友只要告诉我 你的鲁莽数量是否超过5000只就可以了 老者愣了一下 顿时有些恍然 马上 改口说道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16回 第1216回 此话一问出啊 虚灵呢 望着韩力的目光 立刻就现出了一丝紧张之色出来 显然韩力的回答不同 和其自身也大有关系 韩力文言呢 心念飞快的转动之下 还是老实的回答道 虽然说 他更愿意一口啊 说出一个不字 但要真的没有办法 让眼前的一族人得到满意的答案 谁知道对方会不会默然翻脸呢 会不会出手 拘住他来亲自的验证自己所说 毕竟 有些时候谎言在真正的实力面前 也是脆弱无比的 有五千日以上 好 很好 如此的话 我就可以和道友做这一笔大交易了 虚灵大喜之下 口中连说了几个好字出来 前辈所说的交易 莫非是和晚辈的试金虫数量 有什么关系吗 韩力迟疑了一下问道 当然有关系了 因为老夫啊 想从小友这里讨要五千只成熟体的试金虫 至于代价嘛 只要老夫有的东西 尽管开口就是了 老夫也绝对不会还价的 老者的两手一搓之下 双目发亮的说出了 让韩力吓了一跳的话来 五千只试金虫 虽然说心中隐隐的有所预料 但是真听对方说出来 韩力脸上一变之下 还是露出了吃惊之色出来 前辈这个交易也太为难晚辈了吧 五千只成熟体的试金虫 纵然不是晚辈培育的全部的灵虫 但是也绝对占了十之八九了 晚辈还想等以后 万一进阶大城之后 将这些试金虫 作为以后对敌的杀手锏呢 如此多的成熟体的试金虫的价值之高 的确是世所罕见啊 但只要有价值 总可以交换的 别的不说吧 老夫没有拿出来的几种灵虫 其中啊就有两三种单论名气之大 就不在你的试金虫之下呀 另外呢 还有那件悬天残宝 价值恐怕更有五千试金虫之上吧 老者脸上笑容一脸 突然呢冷漠地说道 前辈说笑了 那些没有拿出来的灵虫 都是前辈的本命灵虫 至于那件悬天残宝嘛 晚辈纵然说 心中极为动心 但是也绝不敢要的 否则的话 晚辈要了此等至宝 以后恐怕也没有服享用的吧 我看这样吧 前辈能否先向晚辈透露一下 要如此多试金虫的用意 晚辈在座决定如何呀 晚辈心中啊 也有一些奇怪 这些试金虫呢 已经被晚辈早已认主培育多年 前辈就算要去 恐怕也不是用来驱使对敌的吧 而且在数量上 又准确地要求五千之数 这就让晚辈更有一些不解的呀 韩利沉吟了一下 仿佛极其无奈地缓缓地说道 哼 你胆子倒是不小嘛 竟敢反过来打探老夫的事情 蓄灵老者一声猛哼 双眉一下倒数 面罩一层寒霜 前辈见谅 毕竟这么多的试金虫培育到成熟体 晚辈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心血在其中 平常根本是若性命 若不弄清楚前辈将他们要取的大概的用途 晚辈恐怕很难轻易地拿出来交给他人的呀 这一次呢 韩利异常坚决地说道 哼 你说的倒也有几分道理 好吧 老夫可以告诉你要这些试金虫的大概的目的 但是一旦听了就不准拒绝此次交易了 否则的话 蓄灵老者呀 眼珠微微一转 再次展颜一笑地回答道 好吧 晚辈可以答应 韩利脸色阴晴不定了好一会儿 最终的深吸了一口气答应了下来 韩小友 这才是明智的选择 你听好了 老夫要你的这些试金虫 是打算培育那传闻中的试金虫王 而要诞生此虫王的办法呢 就是需要大量的成熟体试金虫才可以 至于为什么要五千的数量 是因为我手中啊 已经另外有五千成熟体试金虫了 两者相加的话 已经足够老夫培育虫王绰绰有余 再多的话老夫要来也无用啊 老者终于讲出了一个 让韩利怦然心动的理由 虫王 那前辈先前收集明和凌辱是 韩利脸色一变 不禁脱口又问道 大量的明和凌辱 自然也是培育虫王的手段之一 不过若是有足够数量的成熟体试金虫 此条件倒也无足轻重了 虚灵老者呢 毫不迟疑地回答道 原来如此 看来这虫王的培育 多半是需要大量的试金虫 互相吞噬才能产生的 韩利呢 目光一闪 若有所思地说道 哎 小友啊 果然是聪慧过人 虽然不权重 但却也差不多了 不过有关试金虫的事情 除了我们浮游族的几位太上长老之外 外界知道人甚少啊 刚才小友对老夫谈及虫王之事毫不意外 看来早就知晓一二了 告诉你的应该是清元子吧 也只有他和我们族中的另外一位太上长老交好 能略知一二啊 虚灵老者赞叹了一句之后 又冷笑了一声说道 晚辈的确从江前辈那里听到过一次 听说这世金虫王一旦大成 甚至连仙界真仙都要退避三社 此话可是当真啊 杭丽沉默了一下 这才缓缓地问道 虽然有些夸张吧 但是世金虫王的确厉害无比啊 起码老夫若是遇见了 绝对不想立敌啊 原来如此 但是不知道前辈 若是得到晚辈的灵虫 大概有多少把握 可以培育出虫王来呢 杭丽点了点头 话题忽然一变 多少把握 老者双目一眯沉吟了一会儿 这才最终啊 冲杭丽伸出了两根手指出来 啊 才两成 这几率可实在是不算高啊 杭丽脸色微变 沉声地回答道 小友当时金虫王是什么 两成的把握 还是老夫苦心研究 育成数多年 并另有其他手段 作为后手 才能做到的事情 换了一个人呢 连一成的把握都没有 好了好了 这该问的嘛 你都已经问了 甚至此问 原本就已经超出了约定 我说下面 就该道友履行约定了吧 你有什么条件 现在就可以直接提出来了 听到杭丽有些诧异的声音 老者面色一沉 晚辈怎敢有小乔前辈的意思 至于交易在下答应了 自然也会履行的 至于交换的条件嘛 晚辈则只有两个 杭丽似乎啊 心中呢 已经有了决定 此刻一听 虚灵老者如此一说 当即呢 不加思索的回答 拿两个条件 说来听听啊 老者听到杭丽的话 脸上神色一缓 点了点头 这第一嘛 晚辈不要前辈的其他的宝物 只要再多给一些 名和凌辱即可 前辈刚才已经说了 这有了足够的试金虫嘛 凌辱对前辈 不再有太大的作用了 想来这个条件 对前辈不算为难的 呃 第二嘛 晚辈也懂得 育虫之术 并且手中呢 还有一些残余的试金虫 故而呢 也想尝试培育一下 试金虫王 虽然说 再凑够足够数量的试金虫 不知道是多少年后的事情了 但是晚辈啊 还想一试 所以呢 想从前辈那里 讨要一份完整的 试金虫王培育秘术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虚灵老者 原本含笑的面容 在听完了含力的话之后 瞳孔骤然一缩 就陷入到了沉吟当中 这 第一个条件 倒是好说 我虽然不可能将手中 所有的灵乳交给你 但给四五平儿 还是能够做到的 第二个条件嘛 可就有些麻烦了 那虫王培育秘术 是我们浮游一族的独门秘术 就连一些族中的长老 都不一定全部知晓啊 现在要将他透露一个外人 其实有些不妥 半赏之后啊 老者眉头一皱 开口说道 只是有些麻烦 但是前辈还是能够做到的 晚辈没有说错吧 而且前辈应该很清楚 无论比起前辈的本命灵虫 还是玄天残宝来说 晚辈的条件 那已经算是微不足道的了 含力微微一笑 坦然的说道 小友这话 说得到也有几分道理啊 好吧 老夫可以答应你的条件 不过关于第二个虫王培育秘术嘛 你必须在老夫面前用心魔发个毒誓 绝不讲此秘术 再让第二个人知道才行 修为到了你这样的境界 心魔约束之力 反而最为可怕 一旦违背 在杜劫的时候 大有可能因此而陨落的 若是如此的话 老夫还可做主 将此秘术传授啊 老者默然一笑说道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是应该的嘛 晚辈愿意发下誓言 韩利文言大喜 神情一宁 果真以自己的心魔呢 发了一个让虚灵老者 都没有办法挑剔的 恶毒的誓言出来呀 好 那咱们就开始交易吧 这几瓶凌辱 小友先接好了 老者满意的点了点头 袖子一抖啊 顿时呢 五个翠绿的小瓶一闪浮现 追宠韩利飞去 韩利面色一宁啊 抬手一撞 就将这五个小瓶呢 均都射到了手中 然后一一打开瓶盖 用神念一扫 脸色微微一洗 前辈 这里面就是五千只 成熟体的试金虫 也请前辈检查一下 韩利呢 也从袖中啊 取出了一只灵兽环 手腕一抖 同样抛了过去 老者袖子一卷 就把这圆环收到了手中 他并没有呢 马上打开灵兽环 只是将竖根手指啊 往这圆环轻轻一按 双目一闭之下 就直接的将神念 侵入到了其中 片刻之后呢 老者脸上 就露出了兴奋之色 不错 的确都是完全的 成熟体的试金虫 而且培育的 比我预料的 还要好上几分 很好 这只玉碱你好好的收起来 绝对不要让第二人 再看到此物啊 老者轻吐了一口气之后 双目一睁说道 话音刚落呀 一只早已准备好的玉碱呢 从其袖中一飞而出 几个闪动之下 就诡异的到了 韩利头顶之处 晚辈会挤记在心的 韩利同样喜色一闪 恭敬的说道 然后一把呢 将玉碱抓到了手中 并往额头上一放 瞬间的功夫呢 玉碱中密密麻麻的古文 和一幅幅 栩栩栩如生的图画 立刻出现在其脑海当中 而须灵老者呢 将那只装满了 试金虫的灵术环一收之后 也就彻底的安心了下来 反而呢 用似笑非笑的目光 注视着韩利 似乎啊 对韩利越发的 有些感兴趣的样子 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 韩利神色一动 就将这玉碱呢 从额头上一挪 将神念呢 全都收了回来 怎么样啊 老夫给的密术 也没有问题吧 晚辈 岂敢如此想 前辈所给的 玉虫密术 玄妙无比 实在是让晚辈佩服呀 更是让晚辈 毛色顿开 韩利将玉碱呢 往袖中一收之后 当即恭敬地达到 只看了个大概 你就能有了一些领悟 可见小友在蛆虫树上 也真是造意不浅呢 不过老夫呢 还是奉劝小友一句 那是金虫王 虽然厉害无比 但是真要培育出来 机缘和心血 缺一不可呀 小友还是量力而行的 比较好啊 老者呢 大有深意地说道 多谢前辈指点 晚辈呢 会斟酌行事的 你知道就行啊 既然咱们交易结束了 你先离开黑风阁吧 我随后就出去 别让金燕二位道友 多等候啊 老者点了点头 不动声色地吩咐道 好吧 那晚辈就先行一步 韩利自然没有任何意义 再次施礼就化为了一道青红 飞出了大厅 转眼之间 消失在了外面的黑暗当中 是金虫王 一个区区的合体修士 还真敢去想此事啊 若是真能这么容易地 培育出堪比真仙的存在 我们浮游族 岂不早就称霸整个灵界了吗 本族得到此玉虫树如此多年 也没见有谁真成功过 倒是那几瓶灵乳 有些可惜了 不过有这么多的士金虫 老夫炼制 那件杜劫用的万灵散 应该是十有八九可以成功了 成熟体的士金虫 本身的几乎是金刚不坏之体 用它炼制的万灵散 想来也是坚不可摧 度那飞升之节 倒还真多了一分把握啊 老者呢等寒厉顿光消失之后 立刻冷笑了起来 并喃喃地低语了几句 接着呢 虚灵老者呀 单手一翻转 那只装着士金虫的灵兽环 就再次地浮现而出 老者呢 立刻单手掐绝 冲此环呢 轻轻的一点 顿时呢 灵光一闪 从指尖处一下子 涌出了一片黑霞 将圆环一卷之后 整只灵兽环呢 竟默然地化为了一块黑色的悬冰 散发着惊人的寒气 啪啪两声啊 老者另一只手掌闪动之下 竟瞬间呢 在悬冰上贴上了数张 蓝灿灿的符录 然后 这才面色一松的 将悬冰再次收好了 半个时辰之后 一金一青 两道青红的 从岛屿的白色光幕内 一下子飞出 一个盘旋过后呢 就认准了 某个方向 破空而去了 在顿光当中啊 自然就是 韩丽和青原子二人了 韩丽和虚灵老者呀 从黑风阁中 先后出来之后 不知道是否 心照不宣的缘故啊 无论金燕猴还是青原子 均都没有丝毫询问 韩丽和虚灵之间交易的 任何事情 在闲聊了一些 其他的事情之后 并品尝了金燕猴 酿制的极品灵酒 一干人等的 也就分别告辞离去 一路之上 两个人呢 并没有太多的交谈 直接往青原子洞服所在 及时而去 十几天之后啊 韩丽终于 看到了远处 有些熟悉的高大的山峰了 这个时候 青原子的顿光 却默然一顿停了下来 韩丽一正啊 自然也同样停在了远处 韩小友啊 你此行应该拿到了 想要的东西 并且还另外有些收获 老夫算是还清了 你的人情 所以回去之后 老夫就不准备 多留道友在此地了 而是打算立刻封山 专心准备下次的大天节 姚儿呢 只有法力同样进阶到合体境界 才能在我渡劫的时候 注上一臂之力 所以老夫啊 要带着他一同闭关 他突破瓶颈的丹药 老夫早就为他准备齐全了 除非呢 他能顺利的进阶合体境界 否则的话 老夫不会轻易的放他出山的 韩小勇 你懂我的意思吗 清原子默然冲着韩丽淡淡说道 晚辈当然知道前辈的一些想法 前辈就替晚辈向元瑶二位姑娘告辞一下吧 在下就不再前往前辈的洞府 这就直接离开此界 韩丽听了此话 神色微微一变 沉默了好久 还是轻叹了一口气 冲清原子深识一礼说道 韩小勇啊 莫怪老夫不讲情面 实在是姚儿在此关头和小勇多多接触并无益处 若是相处时间略长的话 他进阶时心魔一关 恐怕很难过去 老夫不得不预防一下啊 看到韩丽一口答应了下来 清原子脸色一缓 稍加解释了一下 哎 前辈误会了 晚辈的元瑶姑娘并没有其他的想法 只是将她呢 当成了一位红颜知己而已 韩丽苦笑了一声 倒是不知道 如何才能说清楚此事了 小勇将姚儿当成了红颜知己 但是在下这位义女 可不一定是这个想法啊 清原子呢 双目一眯 似笑飞笑地说道 好了 晚辈不知道如何解释 想来呢 前辈也不想听在下解释之言 我看不管如何 韩某这一次能够顺利地拿到名和凌辱 还是要多亏前辈的大力支持 此恩在下自会铭记在心的 晚辈就不在此地多做逗留了 希望下次再见之时 前辈呢 一定渡劫成功 那江某也预祝小勇能有机会 进阶大成之气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1217回